专载自百家号作者《永远打不死的小强》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尽管说C罗没有带离葡萄牙黄马队获得冠军,但是他个人的表现却非常的可圈可点,创下了个人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在首轮小组赛中,C罗上演了帽子技法,他凭借自己的超强爆发力,带领葡萄牙三比三占平西班牙,也使葡萄牙队变成了C罗队。 在队下摩洛哥时,C罗刚开局就打起了全场的唯一进球,是葡萄牙一一比零的比分小胜对手,整个葡萄牙球队的所有进球都是C罗一人踢进的。 他在俄罗斯创造了奇迹,在足球界,C罗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在这次世界杯中的进球数量超过了他前三次世界杯进球数量的总和,也达到了七个人足球史上的巅峰。 但是,毕竟足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最终葡萄牙队还是落败。 但是,这次毫不能掩盖C罗个人的辉煌,世界杯之后,C罗转会油门徒斯,将开启新的征程。 并且,还被拍到和女友乔治娜,造希腊度假的甜蜜照片,看来心情相当不错。 去年的11月份,乔治娜在基隆大学医院,生了他与C罗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女儿阿拉玛·玛尔蒂娜。 但这是C罗的第四个孩子,C罗的前三个孩子都是通过代孕得来的,其中的老二和老三,是2016年,在和女友乔治娜交往期间诞生的。 C罗的大儿子米米罗2009年就诞生了,也是通过代孕生育的。 C罗的这种生育观念让葡萄牙人也非常惊奇,都猜不透这位足球英雄的真实想法。 甚至,还有人猜测C罗根本就是同性恋,但女友乔治娜生下的阿拉玛·玛尔蒂娜,证明了他显然不是。 那么到底是为啥呢? 葡萄牙人是这样说的。 一,有个宫典认为,C罗十分聪明,他看到很多球员因为和模特或者是一些追逐名利的女人,因为结婚而破产,他不想结婚,怕对方在离婚的时候分走他的财产。 因此就不打算结婚,但是C罗出生于一个大家庭,他喜欢大家庭的生活,也喜欢当爸爸的感觉,因此选择了代孕。 二,也有网友说,C罗这个人喜欢女人,但是不想负责,他怕和其他女人生孩子,对方会产生自己,因此就选择了代孕。 这样他既能拥有孩子,还能照样过自己的潇洒生活,还不用担心要负责任的问题。 但是,网上也有反对的意见,觉得C罗并不缺钱,就算被女人分走一点又有什么呢? 并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不管怎样,C罗现在的生活看起来非常幸福,有孩子,女友,还有他的大家庭,亲爱的网友们。 对于C罗,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评论,关注我,做生活明白人。